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解和示范第九套动作 也一共是八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深蹲加跳 所以拿好负重 这个哑铃就可以放在下面 做一个深蹲,然后后蹲后坐 然后就起来跳一下 好,这个一动作八到十五次 EA做完了就是EB EB是一个躺下的动作 是一个握推 但是在握推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联合的动作 这个联合动作 先做一个窄臂的握推 就是看胳膊肘夹紧 在身子旁边 这样推上去 是攻三头肌比较努力 然后你再做一个宽手 这样,这是一个动作 这样 三 三 好,这样也做八到十五个 第一个腹部组的动作就完成了 第二个腹部组是肩步蹲 肩步蹲的做一种往左蹲一下 往右蹲一下 就这样 这样 一个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算一个 一共做八到十五个 所以刚才我是做两个 就是第三个 这也跟深蹲和起来差不多 好,然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正规的腹部组撑的 1.5个的腹部组 这个怎么做呢 就是咱们先撑好 然后1.5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下去半个起来 然后再下去一个整个 这样起来 然后这算一个 2.好,八到十五个就好了 这个是2A,2B 第三组的动作是先做一个 全身的复合性动作 先撑好了 然后这个是 这样提拉腿 这个是对臀部肌肉的一个训练 然后不要太靠了太这边 也是要基本上在中间 然后让它形成90度 这一边15次 然后在这边 这头也尽量往前看一点 不要低着头 弯着脖子 好,这个一边15次 用30次 下面这个3B 是一个上举和胸前上举 就是把那个腿稍微分开一点 然后举上去之后 下来之后 在中间再举一下 然后再到侧面上举 下到胸前再上举 这是一个动作 然后这样一套动作 做15次就好了 4A的动作是一个单脚的提拉 Dead lift 然后这个做好之后 你就是往前伸 然后 这是一个hip 这一个hinge 就是一个 有一个转的一个动作 和前面以前 我们做过这个 比如是这个 单腿 深蹲的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 这个蹲起来 直起来 这个呢 是一个前后 这样提 这样转 好 这样是 然后要保持平衡 这样一侧 15到20次 然后用30次吧 好 下面要做的一个动作是 俯身 直臂和转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俯身在 把那个 雅琳放在身边 然后这样 俯身 直臂之后 转手 这是一个 训练你的 转手的动作 就这样 好 这种小肌肉的 训练也很重要 这个动作 是8到15次 就好了 这个就是4B 我们这个 第9套的动作 也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回头再见 拜拜